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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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Sammy 今天教大家玩這款 Let's Go To Japan 就是這個AEG廠的作品 這個遊戲就是透過 輪抽 東京和京都 旅遊卡牌 去計劃你 星期一至星期六的日本之旅 計劃完之後 會透過結算卡牌上的分數 和其他部分得分 去決定這個遊戲的勝者 最高分數的玩家就會勝出 好,不如馬上看看 這個遊戲的設置 首先,每個玩家 會拿自己的一塊板塊 然後 會把這五個旅遊體驗的指示物 放在0號的位置 這個遊戲分別有五種不同的旅遊體驗的指示物 包括了 綠色,食物 黃色 購物 這個粉紅色 就是看櫻花、花園之旅的體驗 紅色這個就是看到一個廟 就是看日本神社的廟體驗 最後一個就是藍色 就是一個獨特的體驗 就是日本獨有的文化 如是者,首先我們每個玩家 就要選一個 把這六個指示物 隨機放置 在六個位置 就是星期一至星期六 其他玩家 就要根據同樣的順序 放置六個指示物 在對應星期的日期 然後每個玩家 也會把這兩個情緒的指示物 開心的一個 就放在綠色的第一格 最左邊 紅色的不開心的體驗指示物 放在最左邊 把一個紅色的 會計算你 這個開心和不開心的體驗 程度的指示物 一開始放在中間的位置 準備好所有其他指示物 包括這個叫做 Go for work 就是一個叫散步的指示物 這個叫做 Wile的指示物 就是可以隨便去升 其中一個旅遊體驗的指示物 還會有日本很重要的火車 飛的指示物 以及這個叫做 Research 研究的指示物 待會就會一介紹 有什麼用途 每個玩家一開始 都會有一個 開始的火車飛 放在一邊備用 然後把兩搭 分別是東京和京都的旅遊卡牌 洗滑 放在一邊備用 待會玩家就會抽這些牌 輪抽 這個就是輪抽的版塊 待會我們會介紹 遊玩的流程是怎樣 所有這些東西設置好之後 遊戲就可以正式開始 先試試看一看 介紹一下遊戲的流程是怎樣 總共這個遊戲中 會進行13次的輪抽 每次輪抽 可能抽的卡牌 和打多少張 傳多少張 都會不同 我現在就逐一介紹 一開始就會傳你左手邊的玩家 但是去到第八輪的時候 會看到有這個轉的符號 就代表你要轉 由左手邊 傳去左手邊 變成傳去右手邊 在頭的四輪 非常簡單 每個玩家就會抽一張T 就是TOKYO 和一張K 即是KYO圖 一張東京和京都的卡 抽完之後 就選一張 把它打出來 打出來的時候 就會放置在這個位置 還有其中一個人 然後剩下的一張 就會傳去旁邊的玩家 的板塊上面的這一格 我們做示範 就先把這格 頭四輪都會這樣 原始只會重複四次 會看到的 重複四次之後 到第五輪 就會有這個符號 代表每個玩家 就會收拾起 之前其他玩家 傳給他的四張牌 然後在裡面 就會開始變成 打兩張出來 然後將剩下的兩張 就會傳給旁邊的玩家 總共會有三次的輪抽 在第六和第八輪的時候 就會變成 抽兩張東京和京都卡牌 然後打兩張出來 之後的回合 都有類似的做法 就是會把之前玩家 傳給你的牌 拿上手 然後就會打出一張 傳一張 最後一輪度會比較特別 就是玩家 你只會拿 玩家最後傳給你的那張 上手 加上你可以任選其中一個城市 東京和京都的其中一張卡 然後就可以打完最後一張出來 就會完成整個行程的計劃 現在就來介紹一下 當你輪抽打牌出來的時候 然後那個機制是怎樣去做 首先 首先 我要介紹一下卡 卡 卡的顏色 主要分為三種 第一種當然 就是兩個城市的卡牌 東京就是藍色 京都就是紅色 另外裏面 另外裏面 就算是京都 或是東京裏面 都會有些卡牌 就是紅色的卡牌 這些就是一些 沒有固定地點的卡 顧名思義 就是代表它是可以做一個 八搭的用途 為何要有這個顏色的區分 就是因為 每次行程計劃的時候 如果你的卡牌 由上至下 或者由一天完結之後 計算 到另一天的時候 譬如說 我們 星期三 在京都 在東京都 完結了行程 我們星期四 就要去京都 如果這樣的話 我們就要用一個火車票 去連接這兩天 所以 譬如說 在這個情況下 我就需要有兩個火車票 因為我由東京去京都 需要一個火車票 然後 由這一天 星期四 第一天 第一着行程 就在京都開始 所以我又要去東京 我又要再放火車票 去連接行程 而黃色的卡牌 就是代表 它可以當成是良種的顏色 即是說 其實它可以令到你 在計劃行程的時候 有彈性點 不需要用那麼多火車票 好 接著就來介紹一下卡牌的上面的部分 首先 會見到的這個部分 就是在它的右上角 就是有分數 它的上方 就會給了一些 這個icon 就是不同的旅遊體驗的分數 中間當然 就是行程做了些什麼 有些什麼叫Favor Text 就是去介紹一下行程 那個景點的特色 最底下就是HIGHLIGHT OF THE DAY 即是當日焦點 這個分數 這個分數 就需要你在當日的行程 或者在那個日子發生之前 你已經要儲齊這些符號 才可以獲得右邊這個分數 而分數上也有不同的計算方法 譬如有些很單純地 只是給你分數 有些給你分數 有些給你分數 你需要去計算一些 配合組合的符號 才可以獲得那些分數 另外除了普通旅遊體驗的符號 剛才介紹的五款 另外還會有四種符號 第一款就是這個 開心的綠色符號 一個就是你做了這些活動 就會幫你補充體力 令你心情愈悅 這些用錢的符號 你看到Yen裡面 代表你省了錢 也會令你開心 當然在相反的位置 就會看到有紅色的符號 例如這些活動 代表你用了很多錢 所以令你心情很差 這就是用了很多體力 所以令你心情也會變差 好,接下來就介紹一下 怎樣去打出卡牌 第一張打出的時候 當然是沒問題的 你只需要選擇任何一個日子 在這裡打出你的卡牌 就可以了 但是同一時間 有兩項需要留意 第一點就是 第二張卡牌打下去的時候 你就可以選擇 究竟會把它放在上面 放在它的下方 甚至乎 如果之前已經有兩張牌 你甚至可以插在中間 都可以 如果是這樣的情況下 每張卡牌 下面的卡牌只會露出 上方的符號 而最上面的卡牌 就會變成當日焦點 所以只有這個 最上面的卡牌的部分 才可以計算到 這個額外的分數 而同一時間 也要留意的就是 這個 究竟 你那張卡牌上面的符號 會不會對應到 那天本身 之前我們 隨機地放置了 一個 旅遊體驗的圖標 如果你打出的卡牌上面的符號 是和這個符號吻合的話 當你打出完三張卡牌之後 在那裡 就可以獲得額外的獎勵 我們現在就來介紹一下 究竟會獲得什麼額外獎勵 現在就來介紹一下 當你打出第三張卡牌 同一個日子的時候 會觸發什麼獎勵 首先 你會看到的 有三種不同的情況 第一種情況就是 如果你成功 打到一個對應符號的時候 就可以獲得第一層的獎勵 你就可以選擇 直接把你這個 心情、情緒的指示物 向綠色的方向推薦一步 這個時候就介紹 這個開心和不開心的指示物 如何獲取分數 每次你獲得綠色的 這些箭嘴符號的時候 在最終結算的時候 每次拿到一個綠色符號 就可以在開心那邊推進一格 推進到盡頭的時候 假設去到綠色的盡頭 你就會獲得一點快樂 所以就會退去這邊 就會獲得這個分數 然後就會把這個指示物 重設回中間的位置 所以假設之前這個指示物 在這個位置 你處理第一個綠色符號之後 就會推薦到這裡 再動切開心 然後這個時候就會回到中間 然後第二個會再發生 所以就會再推進一步 好 說回獎勵 第一層的獎勵 就可以獲得一個綠色推進的符號 好 假設如果你打到兩個 吻合的符號 你就可以獲得選擇 不拿第一層 變成拿第二層的獎勵 第二層的獎勵 就可以令你獲得一個 這個叫做Wile的指示物 或者獲得兩個 研究指示物 現在就介紹這兩種指示物 有什麼用途 其實非常簡單 一個Wile的指示物 你用了它的時候 你就可以選擇 任意一個旅遊體驗指示物 推進一步 旅遊指示物的分數結算 就很簡單 其實每次你在最終結算你的行程 每次拿到一個對應的符號的時候 就會推進你的旅遊指示物一步 而旅遊體驗指示物 如果去到某一個格數 就會獲得對應的分數 推進得越高就會越高分 所以這些Wile的指示物 就可以幫助你去推進 而這個Research指示物 可以令你抽更多的牌 有更多的選擇 每次你用一個指示物 就丟到供應區 然後你就可以在對應的城市裡選一個 就可以任意抽多三張卡牌上手 然後在合計這麼多牌裡 再棄置三張卡牌 回到一個廢業區 然後再做之前的打牌和全牌的動作 每次你可以用複數的指示物 就是用多一個 就逐個逐個去處理 假設你在遊戲完結的時候 每一個這樣的指示物 沒有用到的話 他們全部都會再值多一分 好 這就是第二層的獎勵 第三層的獎勵 假設如果你存到三個或以上 和那一天的旅遊體驗指示物 是同樣符號的話 你就可以選擇獲得最高級的獎勵 亦都有兩種選擇 第一個選擇 你就可以去拿一個豪華的火車票 豪華的火車票和普通火車票不同 就是你放置了下去的時候 首先它會額外給多兩分離的同普通火車票 加上它亦都放置在那一格的時候 它都會再額外給多一個綠色的推進輔助 就可以再推進一下這個指示物 在正常情況下 假設你在行程中 是不夠豪華的火車票 或者普通火車票去滿足你的行程的話 每個你滿足不了的火車票 你就要把火車票反轉 在供應區拿一個普通列車的火車票 強制性一定要放在上面 令你滿足到旅行的 即是來回穿梭城市的要求 這樣的話每個就會扣你兩分 所以拿這些豪華火車票 就可以第一 幫助你完成你的旅行的要求 以及會給你額外的分數 所以大家都會盡量拿這些火車票 假設你在外匯不斷穿梭兩個城市的話 而第二款的獎勵 就是可以去做一次額外的散步 額外的散步 剛才你會看到 所有卡的背面 都會印上散步的圖樣 如果你在正常打牌的情況下 你可以選擇把那張牌棄置 然後隨便在其中一副城市牌組裡 抽一張牌 然後把它當成散步牌 用 在正常情況下 就可以把它放置在任何一天 它給你的符號 就會變成一個散步的符號 而且會獲得一個綠色的推進 而且會給你這個分數 而且會再額外送多一個研究指示物 但如果你是用第三級的獎勵 去獲得一個額外散步的時候 你會變成一樣 隨你的喜歡 去選擇其中一張 抽到面頭的一張旅遊卡 然後就會把它放置 在那一天的第四張牌上 一定要放在那一天 當你獲得獎勵的時候 一樣可以選擇放置在中間 或前或後 它就會放置在某個位置 但你不會因此 可以拿到一個額外的研究指示物 跟普通平時 你說不想打牌 然後棄節去拿一個散步牌的做法 是不同的 好 這個就是 這個介紹完 所有當你打出第三 和一天打出第三張卡牌的時候 會發生的獎勵 好 我們現在來到最後計分的步驟 我們看到時間關係 我已經 假設玩家打完所有卡牌 然後這個時候 我們第一件事要做的 就是要安排所有火車票 之前也介紹過 每次你需要 由東京去京都 或者京都去東京的時候 總之 由一個顏色去到另一個顏色的時候 就需要放置一張火車票在中間 每次你可以用你starting有的火車票 和之前拿到的豪華的火車票 但是每次 每有一張拿不到的話 你就需要拿一張普通的火車票 扣分的 就要放在對應的位置上 是強制做的 這個時候我們就示範一次 如何去計算一次 每一天的分數 其實非常簡單 每一天 我們就會由星期一開始 每個玩家首先會加上那天的分數 然後就會開始推進 他這個指示 不同的指示物 你看到的 如果看到是旅遊體驗指示物 就將對應的顏色推進一步 然後 假設要看到 這個紅色的 負面的指示物 就會向這個方向推進一步 每一個就會 我詳細就不做完 大家就會看到 那個做法就是這樣 每一天這樣去計算每張卡 每一天完結的時候 也會有當日焦點 留意之前說過的規矩 就是規則上 你需要在那一天 或者之前的日子 已經滿足得到這些指示物 符號 你才會得到 那個對應的分數 而本身 那張卡牌上面給你的符號 都可以滿足當日焦點的條件 所以譬如這張卡 這個符號 就可以滿足到 當日焦點得到的分數 如是者 所有玩家 就會計算所有卡上面的分 計算所有自己的 旅遊體驗的指示物上面的分數 如果你有不開心的點數 或者開心的點數 就會加回那個分 或者減回那個分 對應地 最後最高分的玩家 就會為此勝出 這個大致上就是 Let's Go Japan的整個流程 我們就會輕輕再說一說 擴充有什麼去玩的 擴充第一個模組 很簡單 就是這個叫Passport 玩家就可以一開始 挑選一些技能去玩 他們的遊戲 就會令到遊戲的變化會多些 每個玩家都會有各自的技能 另外還有一個模組 就是這個星期日的模組 好 最後補充一下 剛剛沒有說到的 散步的機制是怎樣去做的 如果你之前有出到一些散步牌的時候 當去到最終結算卡牌的時候 去到那張牌 你就會結算那張牌 這個時候你可以選擇 究竟它依然是作為一張散步牌的結算 它就會給你一個散步的符號 以及會給你一個能量 你也可以看看它後面的部分 如果它適合你用的話 你也可以把它反轉 用回正常的面的分數和符號 這個就是散步卡的用法 還有你剛才說過 最後會介紹星期日的模組 這個星期日模組很簡單 首先每個玩家就會多了一塊 星期日的板塊 而且現在就會變成 多了一天就會用了七個旅遊體驗指示物 一向一開始就會隨機放置在不同的日子上 而每個玩家一開始都會多了 隨機就會抽兩張的day trip卡 這些就是叫做一夜遊的卡 抽完之後 每個玩家就會選擇一張 一定要放置在 放了那個day trip指示物符號的那個日子上 而這些day trip卡的結算方法 全部都會看那個day trip前面的兩天的某些符號 它後面兩天的某些符號 或者它的前一日和下一日的卡上面的符號 去給予不同的分數 而這個星期日的這個位置 亦都可以在遊戲的中途上 玩家可以選擇把它 由星期一的前面放置到星期六的後面 方便你去彈性調整你的行程 去拿到更加高的分數 以上就是Let's go to Japan 全部的遊戲規則 希望大家喜歡 多謝大家的支持 喜歡我們的節目的話 記得Like、Comment、Share我的影片 Subscribe我們的頻道 還有很多不同的節目等著大家 特別多謝所有Patreon的會員 很開心一起和你在Discord裡 聊天遊戲選擇新節目 有興趣的話都可以夾我們 我們下一集再見 Thank you, Bye Bye